大家好我是奥俊啊我也来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深夜凉美股频道 本来我在想 今天原本啊大家可能还是带着一部分比较积极的心态去对今天那个走势会有一定的期待在那边 因为今天的通胀数据有可能会低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然后让整个股市的话可能可以歇一些 但是今天收盘的话仍然是非常非常的红 那特别是在科技板块这一块 那今天这边的话我稍微讲两只个有过特斯拉啊 square和特斯拉今天其实都是跌的比较厉害 特别是square今天跌的比较多 那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其实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另外一张图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这边是啊coinmarketcap 那大家如果觉得股市跌的非常厉害的话 那今天的一个币圈特别是今天包括美股结束之后 那盘后的一个币圈显示了币圈真正的一个波动性 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这边就不展开 大家可以去推他搜一下 那有一个稳定地的话叫terra 你可以看一下它跌了多少 跌了97.36% 啊在推特上 很多我知道在币圈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 不是重仓路呢 就是全仓出重仓路呢 就是全仓路呢 很多人在这边那些资产都是一夜清空的 那具体的一个原因其实是 现在也只是是揣测啊 没有非常实际的一个证据 那但是揣测的一个原因是背后有对冲基金 那有华尔街的一些机构 那选择去做空路呢 那因为它是稳定币啊 然后做空的话导致他的一个啊 派失效了 然后就临引起了一个连锁的一个效应 那然后因为露娜倒下去 那他们前段时间又用了很多资金去买比特币 然后作为啊算是背后的一个卡路或者备用的一个资金 那因为露娜倒下去 然后他们就有必须要在市场上再去抛掉那一部分的一个比特币 所以导致比特币也下跌 然后算是一个连锁效应 把整个币圈全部带下来 特别是在今天啊 每一段时间这边晚上可能七点八点之后 又有一波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啊 币圈像今天发生那事情有一点点像啊 08年的那种雷曼时刻 我在推特上也看到有一个人打作做做这样一个比 我觉得其实是比较贴切的 那因为整个圈子可能背后 其实为什么跌幅会那么大 那其实在那任何一种投资品中里都是一样杠杆加的非常高 那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啊 崩塌式一样的一个下跌 08 09年的话 就是因为房市的一个下跌 然后他会放 当初房市的时候杠杆非常非常高 然后一旦有一部分下跌 那就开始引起一个滚雪球的一个效应 导致很多人被迫平仓 那导致价格继续下跌 价格继续下跌 导致更多的人被迫平仓 那包括这个过程中 还会有很多散户 capitulate 完全是capitulation 就是那恐慌性的一个抛手啊 啊所以今用今晚的这一个币圈 其实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阵容 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冲击啊 那比特币和以太坊 可能相对来说还稍微好一点 因为我们如果看24小时的话 可能还好13%21% 然后因为股市的话 现在这整个股市的市场 如果踩到雷的话 也是一天30%到40% 但是刷下去 如果看其他的一些ll2的话 那也跌了很多 包括其他的一些l1 sala那 cadano那都是已经35% 32% 那么所以今晚的币圈 是完全遭到了一个学习 那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边 我不知道大家啊 心态上有没有稍微可以啊 转变一点 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心里 因为其实今天的这种跌幅 让我自己都已经觉得 现在股市这种跌幅 其实已经非常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 那如果太沉醉于整个股市里面的话 或者太沉醉于整个币圈里面的话 这一个pain这种痛苦 那绝对会影响到身心健康 那么即使我对自己仓位做完consolidation之后 我觉得这一波下跌 那么仍然会非常难受 所以我有可能会对自己的仓位再进行 再进行一步consolidation 那就是再把自己的仓位进行集中一下 那么好处在呢 好处是在 那么把仓位集中到自己convention比较高 了解深度非常高的一些个股 那么这样的话进行下 如果大盘进行下跳 然后个股进行下跌 然后比较可以好比较可以比较好的控制自己的一个情绪 去不让自己的一个情绪去左右到自己的操作 那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那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不用那花太多的时间去关心很多之贵股的一些基本面 或者一些基本的一些更新 那么本来啊做这期视频前 我还想今天到底聊啥 我不知道大家希望听到一些什么 然后后来我想了一下啊 还是回到我个人觉得那不管在任何时候 我觉得对啊大家帮助应该是最大的 就是公司的一个基本面啊 虽然现在整个市场是不讲基本面 没人讲啊 不过我觉得这才是我个人的看法 这才是投资的一个根本 如果从下到上去出发的话 好吧 今天的话只要两只贵股的一个财报 第一个的话是第一只的话是disney啊 今天盘后出了一个财报 另外一只的话就是roblox roblox是昨天出了一个财报 但是我昨天说了 roblox他盘货的话还是ok 然后今天收盘的话仍然是涨的 所以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在昨天出了财报就讲 那还有的话就是时间问题 所以今天的话就讲一下这两家公司的一个财报 然后稍微讲一下通胀 然后先来说一下今天通胀数据 通胀数据的话 今天并不好 我们所谓通胀数据不好 那就是通胀数据 比原来的预期都要高 特别是核心通胀这一块 环比的一个增长在零点六 我记得预期的话是在零点四 那最主要的一个点在呢 最主要一个点在transportation service 这一块在运输这一块 而运输这一块 运输这一块的环比增长在三点一啊 就是非常高啊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航空是飞机的一个价格 那么还是和整个reopening是有关的 那所以这一个月就已经显现出我昨天说 我说啊 那接下来是一个通胀有两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啊 就是在commodity这一块 那么在商品这一块 商品这一块的一个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力量 所以看到比如说像澳洲车啊 那么像apparel这块的话 环比都是负增长的 那所以在商品这一块的话是有一个向下的一个压力 而在service这一块因为和reopening和复苏有关 所以它是有一个上行的一个压力 包括房租 它也是有一个上行的一个压力 因为房租反映的是一个房价 滞后的一个房价 那所以在service这一块压力很大啊 前段时间 那我们从银行的财报里面 我获获获到讯息是啊 现在很多 那么他们那些客户会拿出 会拿出更多的一些弄 拿出更多的一些贷款 那特别是信用卡的一个贷款也创 新增的话也创了一个新高 那么这其实有一点点像 那么正常的一个经济周期的一个后半期 这并不是说那消费者的话 现在去选择那加高自己的杠杆 或者加高自己的leverage 那上次我们看过一个ratio 那是一个debt service ratio household的一个debt service ratio 那么除以那一个disposable income 这一个数字现在其实虽然有一点lag 但是这个数字现在仍然是比疫情前的话 是要低的是在我记得是在10%以下 而平均值的话疫情之前的话是非常稳定 在一个10% 而当疫情来临的时候 其实人们的一个选择 是把那政府发下来一些钱 包括自己多多出来一些钱 选择去把自己的贷款给还掉 啊是不愿意去消费 那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 现在反过来 现在因为savings rate非常非常低 那可因为通胀的一个关系 然后工资的上涨跟不上通胀 所以每个人的savings 所以在下降 那储蓄率在下降的话 如果再要保持现在生活的一个水平 如果要求去旅游 因为复苏 对吧 那就需要进行贷款啊 所以我个人还是看觉得真的要经济开始下滑 或者那消费者的一个消费能力开始下降的话 可能要等到夏天之后 那因为真的夏天之后 从商品这个角度来说 也没有人去花 也没有人去买 那从service这个角度来说 人们该玩的已经玩过了 该嗨的也已经嗨过了 那所以从啊财报的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反而我觉得三季度 可能四季度的一个财报 那风险应该是最大 当然了 那如果说整个经济进入下行的话 非常有可能会把通胀给拉下来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通胀给拉下来的话 那就什么东西都好说了 那特别是美联储背后的话 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顾忌了 好吧 就这两天的一个走势 那我前面视频说了 那么特别像今天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有些难受 那么那我就相信很多下班 可能也是非常难受 那我说千万 第一点就千万不要让股市所影响到自己平时的一个生活 那么如果说股市影响到自己平时的一个生活 那么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自己的一个仓位和自己的一个标的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不是标的不对 就是说仓位过重 那我我以前分享过一个标准就是在涨的时候我们要拿得住 然后在跌的时候要睡得着 对吧 如果跌的时候睡不着 那么那就说明可能标的不对 那举个例子 我以前说过你全部百分之一百标普五百 跌的时候能不能睡着 那么以此去类推 然后去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仓位这个配比 然后先来看一下roblox 首先啊roblox一个财报这一次的话 其实从很多指标去看都是比华尔街预期要低的 但是盘后其实非常有意思啊 出完财报之后盘后是跌 然后慢慢慢慢开始涨过去 然后今天到开盘之后 我看最终最多的时候盘那可能涨了百分之十几 然后收盘的话可能也是收在了百 涨了百分之三还百分之四啊 非常有意思 就如果一定要去啊给他一个理由 或者去套一个理由的话啊 市场上给出来的一个理由是啊roblox他们在财报会议里面管理层说 那么从同比增长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三月份或者四月份 已经进入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 什么意思就是接下去五月份 甚至于暑假啊管理层觉得会越来越好啊 所以他们给出来的一个啊 解释就是说最艰难的那一部分 基数效应的那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好吗不过啊 有一点比较好的是就从他们所有的数据里面 可能最好也是最出众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日活人数 其实日活人数我这边其实有2021年一直从2021年一季度 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到这一次2022年的一个季度一季度 我们可以看到日活的话 从42.1就是4200万42.1到43到47.3到49.5到54.1 那然后四月份数据的话在53.1 那么如果管理层对于五月份和六月份看法 那就是自己的一个啊期望又是非常高 那么那非常有可能二季度出来的一个日活数的一个数据 所以会比54.1更高就是他们在日活这一个角度啊 其实增速是ok的 但是日活的一个增速主要来自于哪里 主要来自于欧洲和亚洲 那然而欧洲和亚洲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呢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monetization 你从那欧洲和亚洲的客户身上 每一个客户身上你能赚到的钱是远远比在美国客户身上 或者美国的孩子身上赚到的钱要少 那么这一点的话不单单在roblox上那得到了一个体验 然后得到一个体验 然后在很多家那流媒体啊或者像facebook这些做广告 那维生那些企业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就是啊美国的up永远是最高的 那么然后欧洲排第二 亚洲的话是很低的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日活这方面的话 增速不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这一个季度还有一点可能比较好的是啊 这边一个啊日活数的一个平均花费在4.18 那么他这一个数字的话是比如果我们去比啊 今年一月份和二月份的一个数字的话都要好啊 这一个日活平均花费的话 就有点像广告业务里面的一个二铺 二铺的话肯定是越高越好 而且二铺如果能够看到一个改善的话 也是一件好事情好吗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去看那游戏内的一个充值 或者一个boking的话 其实比较明显boking是有一个放缓的一个速度的 那么还有一点这边是他们的一个财报 首先这个537的话是他们的一个营收下面的话 是他们的一个花费 所以总共的一个花费这边全部加一起的话 是在688688745 然后我这边的一个百分比的话 是拿他们的一个花费去处于他们的一个营收 那就是第一点这边cost of revenue就是25% 那所以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那基本上他的一个cost of revenue 和他的一个developed exchange fee 这两个的话啊是比较固定的 那这两个加一起的话 那这一个季度差不多在52%左右 那而剩下的两个大头 那就是在lnd这一块和在安全这一块 他们其实花费也是非常多的 那所以啊 如果我们假设这两个块一直维持在比如说52%到55%左右的话 那那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相对说比较固定的这一部分 那个花费那基本上剩下的45%到48% 那如果可以把其他的一些花费压在这一个比例之间的话 那他们就可以达到什么 他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啊 会计准则上的一个盈利 但是暂时来看的话 离会计准则上的一个领域是比较远的啊 所以最后这边回到他们的一个财报会议之上啊 管理层就是他说在上市之前 我们就已经一倍大营业 确实他们上市之前 一从一倍大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就已经盈利了 所以他说现在的重点不是在盈利上 说要盈利的话 其实我们很简单 如果有必要减少啊 投资上的一些支出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做 而且他们现在有30亿的一个现金 所以他们的一个流动性很高啊 所以啊 基本上像这一类公司 就以如果说已经达到那么一倍大的一个盈利啊 包括他的一个现金流的话也是正的 像这包括啊 其次然后手上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现金 就没有非常多的一些债务啊 对于这一类公司来说的话 即使整个经济进入一个熊市 那或者进入一个衰退啊 这类公司从现金流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不过啊 看这一季度财报看下来 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那我比较明显的一个感受是 一些相对来说市值比较小的一些公司 就我们定义上是到定义他的把它定义成成成长股 那或者一些成长的一些科技公司 那么他们在花费上面 那反而好像比一些大科技公司 或者大公司来的更加的好手 更加的好爽 那这一点我其实是有一些疑惑的 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 那也已经向着投资者说 我们今年的话 基本上不会再在运营上面的话 花更多的一些费用 人的话也不着 那facebook也是把他们的一个spending往下降 那而反而一些还在成长一些公司 可能在那么花钱这一块 那我个人感觉有点过于的好爽 那么那怎么去判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非常简单 就我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一家公司的一个投资 投资人的这个角度去看 首先我们本身就是投资人 对吧 那所以把自己放在这个投资人一个角度去看 那你个人觉得整个经济可能不会非常好 或者经济在走一个下坡路 那但是下面你你投资这家公司 他们那个ceo告诉你啊 在这个时间段啊 我们选择在运营上面的话 花更多的一些费用啊 因为我们可能有更好的一些成长 那我们就要自己问自己 如果你啊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话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提议 那么还是说像一些大科技公司来说 有一点点那是要开始在花费上面的话 要注意一点 开始要接流 那哪一种选择觉得更make sense 这一点是我们要自己问自己 如果说不同意管理层的这一个决定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这个基本面的话就是有已经有改变了 那么我个人一个猜错啊 到了今年下半年之后啊 非常有可能很多的这一类公司 会在那么运营上面 那些spending的话会进行一个cut 那除非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理由 不然的话投资者不会买账的 好吧 然后就是下面一点 他们说就他们觉得四月份的话 booking会booking也偶尾也通比增长的话 会见底 然后他们猜测五月份会更好 夏天会更好 然后是迪斯尼的一个财报啊 迪斯尼财报这边是一个总结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啊 其实从数字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miss还挺多的 那么币的呢 币的话是在啊主题公园这一块 主题公园的一个复苏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劲 那么所以在他们的一个啊 operating income这一块也是一个 因为主题公园的一个bit 所以在operating income这边也是一个bit 然后在operating margin上面 bit的也比较多 好吧 但是啊 华尔街更加关心的自赞呢 其实是在迪斯尼plus这一块 迪斯尼plus的一个增速啊 比华尔街预期要高 真正高了啊 270万左右 那么这一个bit 其实并不是bit 那百分之二 因为华尔街预期的话 可能就我记得华尔街应该是500万 那他们可能在700多万770万 所以这一个bit的话是在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那么所以啊 在流媒体这一块啊 上次我们在看奈飞的财报 那被财报里面有一张图 那么显示的就是迪斯尼plus占了一个市场份额 明显的比十个月前的话是要多 占了整个流媒体的一个市场份额也更加多 反映在呢 就是反映在他们的一个迪斯尼plus的一个subs里面 好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他们财报会议的一个总结 啊 我不全部是要感兴趣小班 可以按个暂停看一下 我主要说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主题乐园 啊 主题乐园这边的一个流量是其实是 首先第一点就原本管理层对于主题乐园的一个复苏 就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期待在那边 然后现在但是现在他们看到的一个流量 比他们的一个期待还要高 那所以这背后其实也是反映出整个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复苏 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劲 好啊 这是第一点这是主题乐园 然后啊 迪斯尼plus啊 整个迪斯尼plus 上半年的一个从subs这个角 从订阅者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比他们比管理层预想的话要好 那我记得在上一年的时候我们在看财报的时候管理层给出了一个指引就是啊 他们的一个订阅者应该会聚集在下半年的一个订阅就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超出他们意料之外的是整个上半年的一个subs 所以一个订阅的话也是非常好啊 所以他们仍然预计下半年的话要增长 但是可能没有原来预想中的那么多 他们他们觉得下半年的那一部分增长可能一到上半年 那么但是啊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管理层可能在这一方面有一点点相对保守 为什么啊 我看第八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他啊 华尔街分析员问的是 他说迪斯尼plus广告党 因为迪斯尼plus 他们马上就要出更低的一个档位 那么更低的一个订阅的一个服务那是那一个订阅服务价钱那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但是那个订阅服务的话会有广告内容 那么所以分析员问他说广告那个档次还需要准备多久 多还需要有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准备 然后多久出来 那么然后那一个档位的话 那因为那个档位你仍然是每个月的话要交月费 只是比普通会员费的话要低 但是那分析员就问那一个会员费加上广告费的话 会不会比普通会员更加赚钱 然后让你对现在的会员的话去进行涨价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迪斯尼plus他们推出啊更低一档的一个会员 但是加上广告 但反而有可能啊算上广告费之后 他们比原来的这一个会员费他们会更加赚钱 那所以这其实是可以期待的 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奈飞的话也要走这一步了 对吧 所以看下管理层回答管理层回答说 他说我们在准备这一方面的话做得非常充分 他说其实并不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准备 但是他管理层就是不肯给出这一个时间点 我个人推测的话可能在三个月之内 但是也有可能在下半年原先给出来一个 在两三个月之前给出来一些质盈 就是在下半年 但是听他们ceo的一个看法啊 就是现在已经万事都具备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钱哪里一个东风啊 那如果disney他们推如果disney plus 他们推出来一个广告档次的那一档会员费的话 啊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一个sub 对于他们的订阅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利好 啊 所以基本上接下去一到两个季度看的就是看的一个复苏 那么看特别是看的主题乐园这边的一个复苏 特别如果中国的主题乐园可以开的话 那对于营收和盈利的话又是一个啊锦上添花 那然后今年下半年的话就是看disney plus 推出这一个档位 那这个档位推出来 对于他们d2c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益 好吧那今天这期新闻就到这边明天见 明天见 专门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